大家好我是Nick 今天没有AK了 虽然我知道你们听不懂什么意思 但是我今天要做最高级的朝鲜冷面 选用肉介的牛腱肉 用冰凉的矿泉水冷水下锅 本来我想说煮出血沫的 不过今天的肉确实没有血沫 煮的时候我加了两块梨 只用盐调味 肉煮30分钟就可以了 过滤汤渣保持汤的清澈 迅速用钢冰降温 冰箱里冷冻一个半小时 溏心蛋的做法是沸腾的水煮蛋5分钟 朝鲜冷面在水里泡1分钟泡散 迅速裹断的沸水下锅 两分钟以后迅速过冷水 在冷水里面把面洗得非常干净 肉介的牛腱肉切一下 除了鸡蛋以外准备一些黄瓜丝和离丝 现在我们开始装盘 在装盘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极简的风格 一次性菜不要放得太多 冷冻过一个半小时的牛肉汤是带冰渣的 就是要带冰渣的牛肉汤才对 最地道的朝鲜吃法就是非常清澈的牛肉清汤 这个汤干净的就像水一样 但是口味如果想偏韩式一点 可以加白醋和雪碧进去 以增加这个面汤的酸甜度 相比朝鲜 韩式的口味更加酸甜 再放上两片牛肉就够了 这道菜的主角是高品质的牛肉清汤和面 来一口爽滑的面 就一口离丝 自然的甜味 冰凉的感觉 和韩式的辣酱拌面做对比 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味道 来一口溏心蛋 再来一口面 真的是太赞了 这个做法真的很高级 把食材本身的鲜美提升到了最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